去年前年我们都看到说这些学校都拿到拨款 这一次一位首相在宣布2017年的拨款方面 突然间没有提到国民兴中学 但是首相的潜意失踪他完全知道 他就这一间学校没有提到的时候 这些人的诠释就好像没有 所以在这个事件上 然后工会已经向首相反应 而首相也发现到这个问题 要求教育部跟我们这个领导的坐下来 找出一个方案